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其實美國忙著圍堵大陸 但要不要好好處理這尷尬的關係呢 美國記者有出書爆料 美國第一總統吉爾 拜登跟副總統賀錦麗 就哈里斯不和 在一本即將出版的新書當中披露 吉爾對於丈夫選擇賀錦麗 來競選夥伴是頗有為辭的嗎 來看到這是美國 這個周邊消息 是有英國的衛報 有特別說 紐約記者叫做伯恩斯 還有馬丁 在他們5月3號即將出版的新書當中 浙江不會過去 川普 拜登 還有美國未來之戰 當中這本書有寫到說 第一夫人吉爾對於賀錦麗 擔任副總統一直是不滿意的 在競選的階段 他跟丈夫競選團隊的一位 親密顧問私下交談時 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 他說美國幾億人 為什麼一定要選擇 曾經攻擊過拜登的那個人呢 不過新書內容曝光之後呢 白宮來看到 拜登的公關主管叫做馬丁菲爾德 他發聲明說作者沒有求證 內容虛假已經不言可遇了 第一夫人辦公室 則是對新書不予置評 另外說到這個言論戰 俄羅斯的常駐聯合國代表呢 滅邊甲 他其實接受了俄羅斯電視台 專訪時說 俄羅斯正在被西方給禁言 禁止言論 他特別說呢 西方現在掀起了一股 在大眾傳媒上抹出 俄羅斯存在的可怕浪潮 俄羅斯被切斷了交流渠道 被禁止發表自己的觀點 另外呢 有些國家提出 應該將俄羅斯提出安理會 對此呢他有說 按照的聯合國憲章 想要剝奪俄羅斯的 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的地位 這是不可能的 另外說到國際上 制裁俄羅斯又有新的動作了 知名的指揮家 格濟夫 大導演呢 米哈科夫等等 二十五名的俄羅斯文化 還有娛樂圈的人士 被拉脫維亞 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 無限期禁止 進入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的外交部說呢 支持俄羅斯當局的 清污暴行 等於是成為共犯 拉脫維亞 無法讓這樣的人入境 遭制裁的二十五名的名單當中 有包括了文化 還有娛樂圈人士 像是指揮家 格濟夫 還有鋼琴家 馬祖耶夫 以及電視節目主持人 康德拉奇 但您支持制裁俄國 無限延燒到體育 藝文界領域嗎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就多留言 以及按讚 另外二十四號凌晨呢 歐足聯已經確認 受到有四份喔 有意要舉辦 二零二八年 歐洲杯 還有二零三二年 歐洲杯的意向申請 其中有一份呢 就是俄羅斯跟土耳其 聯合申辦 二零二八年 跟二零三二年的 歐洲杯 另外這是最終的 申辦結果會在呢 二零二三年九月被公開 這消息一出啊 引起了不少人的熱議 雖然呢以俄羅斯足球 還有目前的處境呢 申辦歐洲杯的可能性 幾乎是蠻難的 但是俄羅斯 如今的做法 更像是官方的一種態度 也就是呢 絕對不會像歐洲足聯 還有國際足聯來屈服 絕對不可能 因為政治原因 而導致體育方面 遭受到制裁的 一個相關效果 所以可以看到呢 現在喔 在針對中國大陸啊 這個恩俄羅斯 想把他綁在一起 現在呢 那美國跟西方對於俄羅斯的相關的制裁 也擴及到了體育界 藝文界 還有呢 方方面面 娛樂圈等等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俄羅斯出了這一招 說要申辦2028年 跟2032年歐洲杯 看來也是想要將 美國西方一軍嗎 吃麵 喜歡吃水餃 總覺得少一味的 來 這一罐是什麼 海皇EXO干貝醬 直接來這個QR CODE 快點夠QR CODE 來幫我掃一下 快點夠QR CODE裡面呢 有很多中天嚴選的商品 喜歡的好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